活动现场每个摊位前 挤满了不少的民众 想要趁着保健医院在院内 举办的爱心意卖活动 买到喜欢的商品 同时还能做爱心 谢谢保健医院 有举办这种活动 因为我们是来门诊 然后就有听护理师 跟我们宣导 说保健医院 一年都有一次办这种爱心意卖 所以就是有今天就是拨控来 然后带着家人 也一起来挂 做做爱心也不错 保健医院的护理人员 也当起商品销售员 虽然忙碌但忙得很开心 我个人觉得这个意卖活动 非常的棒 也非常的有爱心 那也想应大家 共同来赞助这个活动 想应需要帮助的人 保健医院举办一年一度的 爱心意卖活动 集结全院同仁的善心 捐出个人二手商品或衣物 还有同仁或病友 端出好手艺 自制美味的料理 或是民众发挥爱心 提供自家产品 无偿提供院方作为商品来贩售 让意卖活动就像个小型市集 内容相当丰富 保健医院的爱心慈善意卖活动 那保健医院的爱心基金 是在91年成立的 透过这个基金会的这个帮忙 帮忙很多 可能是住院中一些弱势贫苦的病人 或者是在一般社区民众 一些比较贫苦的一般的居民 或者一些学校的奖助学金等等的 帮助了很多的民众 那保健医院也希望除了服务在地乡亲 确保健康以外 我们也能够确保民众一般 在生活上有弱势需要帮忙的时候 保健医院都可以提供协助 保健医院表示 非常感谢同仁及民众 一起共襄盛举 让爱心意卖活动圆满成功 而销售所的也将全数捐出 作为关怀弱势基金 让需要帮助的民众能感受到满满的社会关怀与温暖 记者诗心田阳正义采访报道